雷雷我們來看小丑魚囉 你看 恭喜小丑魚 這個就是泥墨對不對 對 IT種類 耶 好可愛喔 對啊 好像比草叢動漫的還要可愛 對啊 草叢會轉去這樣 對 游來游去有沒有 對啊 這個是海拔 然後還有奶嘴 奶嘴在這 對 先生他會那個 他那個奶嘴上的那個很可愛 玻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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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玻璃在這裡 哈囉玻璃 幫我買的 加油 玻璃 刷了 太好了 小丑魚 很可愛 這張小丑魚 很可愛 很可愛 好 是 這個黑色的這個石頭是活石 它是真的活著的喔 所以裡面有一些微生物 對 很健康 從海裡面撈回來的石頭 嗯 然後呢 其實小丑魚不是說養就養 它其實是鹽水魚 對 海水的 對 海水的 要注意鹽分 對 要控制一下 我們現在要來測試了 它這個是用筆 我們拿比重機來測試它的鹽分比重 對 讓它淘水進去 對 好 固定在魚缸上面來看一下 出來了 它在看 那我們這個刻度要在藍色這邊 你看 這個就是鹽分 代表鹽分這個是標準 好 低於藍色就不標準 對 不太高也不行 嗯 欸 小丑魚來了 好可愛喔 它在找飼料 沒有飯飯 晚上再給你吃飯飯 可愛 然後那個 綠色的一球一球長得很像葡萄的 叫做葡萄棗 它可以過濾水池 對 它讓改善水池 讓水把一些 魚的一些排泄物 轉化成 好的物質 還有那個紅色一根一根的 那個是紅樹林 這個 哇 小丑遊來遊去 好可愛喔 對啊 好可惜 我們的螺 躲進去了 哈哈哈 還有 阿諾 好可愛喔 阿諾 有